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3年4月13日 紫百合专制不服 本周五凌晨 列治普斯纳与费伦天拿将在前者主场上演一场欧洲协会联赛半准决赛首回合的较量 虽然列治普斯纳境况不俗 但是毕竟实力要比费伦天拿低一个档次 金账还是不宜对列治普斯纳过分高估 或许有球迷对列治普斯纳不够熟悉 但如果说他是罗巴利云杜夫斯基的前东甲 那么相信大家就会有所印象 作为波兰的豪门之一 在列治普斯纳建队一百多年的历史上 球队曾十多次捧起过国内联赛和杯赛的冠军奖杯 而自1978年以来 他们已经参加了150多场欧战比赛 欧战经验还是不缺 但由于实力不济 列治普斯纳往往在外围赛阶段就已经打到回复 此次踢到半准决赛阶段 还是球队历史首次 值得留意的是 虽然列治普斯纳近期状态不俗 但是综观他们整季的发挥还是不算特别出色 毕竟27轮波甲吃到六场败仗以及14次联赛主场作战有5次品尝到失利的滋味 都只能说明列治普斯纳不能给人足够信心 费伦天拿经济在一甲的发挥中规中矩 29轮联赛拿到41分暂居积分榜第9位 好在黎欧战区域的分差也不是特别大 在还剩下近十轮一甲的情况下 后来居上大有可能 不过对费伦天拿来说 效仿上级罗马捧起欧洲协会联赛的冠军奖杯 从而直接获得来借欧洲联赛参赛资格更有吸引力 毕竟以他们的实力来踢欧洲协会联赛属于降维打击 从分组赛至今 费伦天拿合共26次攻破对手成门 目前更是在此项赛事中取得8连胜 其中最近三次做客更是攻入11球而仅失一球 而且所面对的对手也并非泛泛之辈 而是普超敬吕布拉加和吐超施华斯等队 他们在欧洲协会联赛上的表现之佳可见一般 另外费伦天拿近期状态也是极位出色 球队已经连续12掌各项赛事未尝败迹 并且还包括一波九连胜 在此期间 不但艾科亚等一众攻击手旅有斩获 基斯坦努比拉基等守卫也能多次立保城门不失 整体而言 费伦天拿的攻防演出都值得信赖 金杖辉军波甲队伍列治普斯纳 费伦天拿先拔头筹的可能性很高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